这个是800瓦标配的 首先你会收到一个主机 软轴一根 然后手柄 备用碳刷 两个固定螺丝 还有固定软轴 还有压板的螺丝 还有一个压板 手柄钥匙 扳手 两个组轴 两个连接头 夹头组钥匙跟夹头组 我们现在先安装 软轴 首先 打出压板 在拧的时候它是逆时针旋转 把它拧紧 逆时针哦 拧紧以后 我们是把软轴 是安装在右边 因为我这是主机是面 像你们的嘛 然后这边是右 这边是左啊 装的时候软轴先 先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看到这里有个 六角螺丝 然后会发现 然后会发现组轴上面有一个平口 六角螺丝对准平口 然后拿出六角扳手 引紧以后 再对准 这里有两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凸出来的点 即使固定压板 固定以后 看到这里有两个螺丝孔 拿出之前的螺丝 用到手动拧不动的时候 拿十字螺丝要把它固定紧就可以了 这样软轴就可以装好了 现在我们装手柄 手柄这边不有一个凸出来的软轴 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点 有的宝宝收到以后 会看到这里面会有个凹口 不要以为它是损坏的 可以看出来 对准这个凹槽 有一个凹槽 跟它出出来的点 对准插进去 用点力 就可以了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 不用的时候拔 用点力把它拔出来 你看我一个小丫头都可以拔 我再装上去 然后在装配件的时候 然后这里 它是可以悬动的 它是可以悬动的 拔开 拔松 一直拔到它 加持你的配件为止 还有一点 拧紧以后再拧紧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打磨了 我在这里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手柄的时候 软轴 不要这么搅子在那里弄 会导致软轴心 因为运转 脚断 然后也不能这么使用 这样的话这里一块 会断掉 现在我们装一下组轴跟连接感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组轴 有一个字母R 有一个字母是L R是代表右边 L是代表左边 因为面上你们 所以这边是 我们拿出右组轴 还有刚刚的扳手